你現在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關鍾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民行動影印記錄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透過人物的專訪 帶大家瞭解到正義性事件背後值得我們關注的議題 我們在看這議題的時候 不是只有看熱鬧還能夠看門道 我們有YouTube頻道有Podcast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收聽收看 當然期待你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來支持我們 透過你的捐款 能夠讓獨立媒體走得更遠更好 做更深度的報導以及討論 讓我們一起能夠聽見微小的聲音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 台灣已經進入高齡化的社會 甚至在幾年之後就要變成是超高齡 其實像我們這種中年的 其實也慢慢的變成是 所以應該在媒體上面已經 我們都會叫做半百老翁 所以在很多的傳統上 我們大概都已經被歸類叫做 老先生老太太 當然我們心裡面是不服輸 不服老身體恐怕還是可以 可是這是一個事實 這個事實就是這個社會 老化的狀態是非常非常的嚴重 但是我們真的準備好了嗎 包括我們自己的心理的狀態 或者是整個國家的政策 準備好去面臨到這種所謂的高齡化的社會 高齡是一回事 可是窮這件事情恐怕在這個社會裡面感覺跟大多數的沒有關係 可是實際上面這個社會裡面我們可以看到 年輕時代的這個薪資 跟以往比起來是越來越差 然後我們看到高齡就業的情況也越來越多 所以台灣已經不只是一個進入到高齡化的社會 恐怕也會是一個老窮的社會 又老又窮的這樣一個社會 所以最近有一本書我覺得非常好看 前幾天才剛剛出版 這本書叫做老窮奇幻記事 台灣底層社會的崩壞人生與求生邏輯 這本書的作者是在台灣 現在目前是禁周刊的記者 過去也曾經在包括台灣力報 端傳媒等等的媒體工作 我不能稱他叫資深記者 不然他應該會很神奇 就是中年 不是中年 就是盲下線 好難好難把我稱呼的一個不上不下年紀的 應該還蠻資深 但是他其實很年輕 呂以龍 以龍你好 老師好 需要跟聽眾打招呼嗎 打個招呼 觀眾好聽眾好謝謝 非常謝謝以龍 因為我想今天我們角色互換 因為以龍我都是你的受訪者 很久很久以前 因為我已經脫離江湖很久了 所以比較不會被訪問到 但是現在換成你被我訪問 還開心嗎 或者是會不會覺得這關係 有一個很奇怪的轉變 不會就是跟老師聊天 都推薦一下我的書這樣 對對對 為了打書 所以要忍受一切的這一籌訪問 那我想這本書 我們就從這本書的說明 說明開始談 就是 老窮奇幻記事 台灣底層社會的崩壞人生與求生 邏輯 後面我覺得其實比較容易懂 就是這個社會階層 相對比較低的社會階層 那他們的生活 他們的人士 以及他們在這樣一個底層世界 怎麼去 生存的一些方法 或是一些邏輯 或是策略 那所以這部分當然是描繪的是老窮 當然就是年紀比較大 就是我剛剛在一開始以言聽到的 這樣的一些 年紀比較大 或是相對之下在所得比較少的 這樣的一群人 但是我覺得比較好奇的是叫做奇幻 就是為什麼會特別強調這個奇幻 這兩個是因為 我覺得你本身也是一個很資深的記者 然後過去做過蠻多跟社會議題 勞動議題 環境議題 特別是跟社會的底層的議題是很關 很有關的一件事情 但我不曉得你做這本書的時候 是經歷過一個什麼樣的奇幻歷程嗎 或是你們假設 讀者看到這本書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奇幻的感受嗎 這個書名呢 其實是我們的老闆 要講名字嗎 都寫都寫 沒關係就講老闆 其實是老闆取的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有一些討論的過程 就是會覺得說 奇幻會不會讓讀者有點誤會 那他最後是覺得說 其實奇幻有一個反諷的意味 就是 大家可能會對於這些人的生活的狀態 然後像書裡面 有一大部分可能是瑜伽者 那大家可能會 對他們有一些自己的刻板印象 或想像 那所以他就是決定要用 喜歡這兩個字 就是讓 他們真實的生活狀態 跟大家大眾印象中的那個認知 中間拉出一個落差的 嗯 所以其實就是有一種對比式的那種感覺 就是這個感受 嗯 不過我在訪問下一個題目之前 我要先講一件事 就是我其實我偶爾也會聽你 在靜好聽裡面的節目 哦 我們現在的聲音 跟那個聲音是完全不一樣的 哦真的嗎 太低了嗎 還是沒有 現在比較活潑 靜好聽就很嚴肅的 要講大家這個議題 好 那我只是要推薦說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這剛才會剪掉吧 不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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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們就還是要那個 可以去聽以龍在這個靜好聽的這個 這個podcast上面了 這靜好聽其實是一個還蠻不錯的podcast 啊 介紹了很多這個他們的這個靜週刊 或靜文學相關的這些 報導跟採訪的一些經驗 我覺得還還蠻有趣 蠻多元的哦 那談到靜這個這樣的一個媒體 是讓我覺得有點好奇啦 就是 哎你這個你們公司 其實這一陣子出了好幾本 跟這個有關於 這種所謂調查採訪的相關的書 那我們知道出一本書 要花的時間是非常非常長的哦 然後你要出一本書 如果從一般的這個媒體工作者來講 很多時候都希望媒體工作者 是能夠去及時的產出 所以他可能要跑daily的新聞 或者是做一個專題 大概也不會讓你太長的時間去做 可是我很好奇 就是你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 要不要再做其他的報導啊 或者是說 哎為什麼你們公司會願意 讓你們花這麼長的時間去做一本 可能跟daily是所謂的深度報導 調查報導有關的書呢 哦當時的時候 哦因為我們靜文學出的書 比較多還是虛構類的 嗯 然後老闆就是想要做一些 看非虛構的內容 那因為我們這一組是 虛構內容就是有一些 呃直基於所謂真實事件裡面 但是用小說的方法 有點像我們以前 談到所謂的報導文學式的寫作吧 嗯啊 對對對 然後因為那個時候 我們是直屬老闆的那個 的一個組別文化組 那老闆就希望我們試試看 那中間呃工作狀態 就會做一些調整 像是我們一開始還是會做 報道 那書的東西也是同步在進行 嗯 那後來中間有一段時間 可能就會調整成 可能專注在書的 采訪寫作上面 那後來又調整回來 就是因為你可能已經填野了一半時間 素材收集的差不多了 那工作上就大概又可以再調整 回來說一邊做報道 那一邊把書完成 嗯嗯 所以它是一個交錯寫作的過程 對對對 就是一般的采訪報道跟呃 像我們的書同時都在進行 那我中間有做了很多其他的題目 像呃 前一陣子出的一個就是哎 精神疾病患者 買保險會受到 一些阻礙 嗯 類似這樣的題目 就是寫書的過程裡面 還是會同步在進行 嗯嗯嗯 所以這是一邊一邊寫報道 一些寫書 當然它會有一些相互 或應跟相互對照 但是我們 我們知道寫報道 會有它一定的 難度 但是它必須在很短的時間 要去解決嘛 因為你可能會有一些 寫稿的壓力 那寫書呢 寫書的難度 特別是你寫一個 這本書 花了多少的時間 然後寫這本書 你也不是只有在台北車站 進一個小的範疇 在台灣各地 你還跑到我們嘉義 來做一些報道 那這個過程當中 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他寫作的方式的困難 或是寫作的方式 跟遇到的困難 跟一般寫報道 會有什麼不一樣 呃 寫這個的困難 就是以前我們採訪 就是可能你已經有一個 特定的主題 那你可以尋找到 適合的對象 那 他的呃 他需要訪問的集中的範圍 也比較 小 嗯 可是像在寫一本書的時候 你可能要參與他們 受訪者的生活 要比較多 嗯 那 需要的田野對象也比較多 所以那個時候 第一個遇到最大的困難 其實就是要尋找受訪者 嗯 那尋找受訪者 除了去台北車站 跟無家者聊天之外 那因為我有 老林貧窮不是這種無家者嘛 他其實 即便是有家的人 也可能是一個生活困窮的人 那他面對的是怎樣的問題 那我那個時候想要 接觸到更多的受訪者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是 呃 參加一個 很奇妙的事情 就是台灣有一些 那個行善團在幫人家蓋房子 哦 然後他們蓋房子的對象都是一些 呃 可能就是家裡經濟困難什麼什麼的 那因為我想要接觸他們的 呃 受訪的對象 那我就先加入了這個蓋房子的志工團 嗯 然後我去幫人家蓋房子 嗯 嗯 然後我那個時候一開始 第一個是去雲林 啊可是因為我是一個無技術工人嘛 蓋房子要怎麼蓋 我一句子都不會拿 嗯 對 然後其實我真的就是在旁邊 就是幫忙啊 那個 塑膠布要拉開 我就會幫忙拉一腳 嗯 對 假裝自己有在投入這件事 然後那是一個兩天一夜的活動 然後印象最深的是他們有那個 整個志工團非常大有組織的 然後他們有隨行的那種按摩師 嗯 然後就大家都可以去按摩 然後我就說那我也要去按摩肩頸痠痛 這工作都沒做大概要肩頸痠痛 嗯 先先先享受先放鬆再來做啦 哈哈哈 然後去了之後他就說肩頸痠痛跟 腿有關係 就是你的腳的血液不流通 然後他就拿出一個那個木板 他說那我現在打你的小腿 哇 嗯 然後打完之後兩腿 瘀青 嗯 然後他說天啊我只是要找個受訪者而已 需要搞到自己兩腿瘀青嗎 嗯 嗯 對 然後這個是 其實為了找受訪者中間有 就是做了很多五圍柏的事情 就是其中一個 這感覺是比較像是一個奇幻祭師啦 就是這本書一個 但書裡面沒有寫 應該要寫一下 嗯 這這的確哦 所以你剛剛就談到說 遇到你可以去參加這個 蓋房子的行善團 然後還被這個打的雙腿按摩 然後做了這個傳染按摩的這種方法 然後可以打到瘀青 還有什麼一些 呃奇怪的是因為這個時間看起來是跨越到 呃 疫情的這個期間 因為書裡面也有類似的這個描述 所以在疫情的時候 你怎麼去做採訪 特別是呃在疫情的時候 雖然我們看到台北車站 說實在跟很多地方比起來 它是相對比較開放 可是在疫情他還是要考慮到這種所謂的安全嘛 考慮到衛生的理由 所以也應該要去接觸到這些街友的 這樣的難度應該也會變很高吧 呃好險是因為台北車站 是我疫情前已經進入了 所以已經有一些認識的人 那疫情那個時候當然相對還是比較緊張 不過因為那邊的人氣網絡 稍微已經有建立起來了 所以呃 再重新回到那個田也是 比較沒有什麼阻礙 然後因為那個時候我也要接觸更多 呃個案 所以我還有加入就是呃一個 關心無家者的組織叫人生百味 嗯 然後因為他們剛好有在真實習社 然後我就寫信跟他們說 哦因為我在寫一本 老林體中消灌的書 然後我想要接觸更多個案 然後希望可以當實習生 然後後來就上 然後就去呃 先去了那個實習生行前說明會 然後跟大家說 欸實習生可能要做什麼啊 我們的工作內容 然後就OK 三期警戒 哈哈哈哈 就是哎實習前半段 跟我沒有在幹嘛 就在家 嗯 開視訊會議問大家過的好嗎 嗯 嗯 嗯 所以所以有很多其實在採訪過程當中 不是一開始所預料 但是你還是要想辦法去克服 他們也還好在過去的經驗 呃不只讓你有一些的人際網絡的建立 在過去的經驗也才也也也學到一些所應對的方式 哦 那剛談到這個台北車站 當然我們也提到說 在台北車站 其實有很多的無家者會是聚集在那邊 甚至也直接在那邊生活哦 那呃 其實我我想很多人都很好奇 吳家者為什麼會成為無家者 因為大部分的人 都會覺得他們是好吃懶做的一群嘛 可是事實上是這樣子嗎 每一個無家者背後的故事跟原因 應該都有很大的不同吧 嗯 像我的採訪 呃受訪者裡面 有一個他以前是開貨車的 嗯 他是貨運行老闆還自己開的公司 然後但是因為他呃 我老婆就是喜歡賭博嘛 早期那種大家樂啊 就是輸贏一次就很大 然後他後來有點受不了 就想要離婚了 那離婚那個時候老婆就有跟他說 那你公司就要歸我 小孩不安全就要歸我 他才順利的離婚 就是離婚一定要雙方同意啦 不然他不願意你就是永遠都離不掉 然後他最後還是就是 同意了就是把公司也給他 小孩不安全也給對方 那離婚之後他 因為他只能他就是開貨車 所以他就變一個靠行的貨車司機 就是他的車子掛在別人的車行下面 這樣他就沒有自己的公司了 那因為不管他是以前當老闆 或是當靠行的司機 都是沒有老健保的 嗯嗯 都就至少是沒有這些基礎保障 所以他後來60幾歲的時候開車 然後突然中風 然後就是車子就撞到電線桿 然後他昏迷 送醫之後因為他就是 醫生說他中風嘛 所以他半邊就是有點行動不便 他沒有辦法再開貨車了 那他後來就因為也沒有辦法 所以他就是生活陷入一個困境 所以他有一陣子是在路上流浪 然後是被社工撿到 嗯 對對對 那像這種他其實就是 一輩子都有在認證工作 嗯 可是他就是因為一個意外 或是生病什麼的 他就掉出了就是正常人生軌道 這邊告訴我們這個所謂的 老健保這件事情 或者是包括勞退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也會遇到一些年輕的朋友說 我現在這個以前我們在討論說 是不是學生要保勞健保 很多同學其實是反對 就是我現在拿到錢比較重要 我怎麼知道以後會怎麼樣 你這個例子告訴我 以後真的怎麼樣的時候 你還真的不能夠怎麼樣 他那個問題事實上是發生在後端 那當然這個相關的保險制度 跟國家的政策是有關 是不是能夠去接到每一個人 他所以這看起來 除了他自己人生 例如說他的婚姻的關係 他的工作的關係 但是跟背後的這個體制是有些關聯 我在你的書裡面還看到有個牙醫 他也變成是一個國家者 對他以前他也是愛賭博 對跟剛剛那貨車世界的老婆一樣 然後因為愛賭博 然後所以他就是後來突然高血壓 他說他血壓飆到200多 哇 對對對 然後也是後來也是中風 對然後中風之後 那當然後來反正老婆小孩都離婚嘛 所以就是家人都離開他了 那他就是變成也是只能到車站去流浪 他好像在台北車站流浪了兩年左右 然後才被社工撿到 社工想辦法幫他 因為他中風 所以後來就是申請了 那個身心障礙的手冊 然後有一些補助 才有辦法開始租房子 然後生活稍微比較穩定一些的 所以他在亞裔但是因為他可能自己的行為 例如說賭博 然後他可能在存款上面也不足 所以就遇到這種 他又是另外個案 另外一種例子的情況 但是也代表他過去其實蠻認真的 蠻用功的在做 他自己本身的所謂的人格上面 或是習慣上面 也許造成他有這樣一個結果 那裡頭我覺得還有一個人蠻有趣 其實這本書能夠寫得出來 我覺得跟裡面的應該是最主要的角色 老張哥是有很大的關係 他幾乎是貫穿全場的一個角色 他也是一名無家者嗎 他現在有租房子了 所以他已經脫離無家者身份 然後他以前是營建廠的大老闆 現在大概70歲 然後他反而就是當兵回來之後 跟以前的朋友一起 從那種小的營建的外包廠商開始做起 因為賺錢慢慢的 當年就是那種80年代90年代 台灣經濟起飛的時候 所以很多營建業 什麼的相關的工地都很多 那他們就有賺到錢 那他開始就變成自己的公司 然後就成了一個大老闆 然後包了很多 其實有很多像是國家公共建設工程 他其實都有參與到 然後他後來會成為無家者 是因為2008年金融海嘯 那時候其實台灣並沒有很大的影響 可是因為國際原物料價格浮動非常的高 那他們的營建業 那合約可能是一兩年兩三年前已經欠下了 結果因為原物料的價格上漲 所以他當時簽約的金額 金額已經跟國際原物料 中間出現了一個很大的落差 那這些東西都是現金流 這樣來來去去A案子的錢 拿去付B案子的錢 然後B案子的錢再付11案子的錢 所以一天要周轉 花很多的時間做這件事情 對對對 那因為原物料上漲 等於那個金額變成 不如你原本預期的那麼低 那他的金流全部都卡住 所以他後來就 公司的財務就出了一些問題 然後他因為那時候他跟我說 他那個時候其實還是覺得不行 我一定可以撐過去 所以他就有去借高利貸 結果沒想到還是不行 然後他就說他每天最煩惱的 就是三點半 就是這個錢夠不夠的去 然後過去之後他就 鬆一口氣 還可以去按摩店 按一下 然後明天再想其他辦法 那後來因為其實真的就是 高利貸的錢欠的太多 然後家裡幫他還了 可是他覺得就是過意不去 追家人覺得羞愧 所以他就離家出走 然後到台北車站 流浪 哇 這每一個人故事 雖然只有講三個 這三個幾乎是某種截然不同的 一些樣貌 有些可能是因為他自己的某些行為 有些可能是因為 這個家庭的變故 或者是整個國家的相關的 這個社福的制度 或是所謂勞動制度 有沒有辦法資深 有些可能是面臨到所謂的國際的 這種重大的這種變化 比如說剛剛談到金融海嘯 所以每個人的故事是不一樣 雖然我們常常會把它看 看成是好像是同樣的一種人 但是其實每個故事都非常非常的複雜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也看到 他們在剛剛覺得這例子 他們過去都還蠻認真 在工作 甚至也有很不錯的成就 可是在現實上面無家者 我們還是會覺得現實上面的無家者 他們好像都還是一樣 躺在路邊 或是睡在那邊 等待別人來施捨 等待別人來給他便當吃 或者是什麼之類的 那他們在現實上面有工作嗎 那如果有的話 他們都大部分都是從事什麼樣的工作 那如果有工作 然後也做那些工作 而且很努力工作 那為什麼最後還是到目前為止 可能大部分還是無家的狀態 像我自己在台北車站 我自己的體感 那邊的無家者至少七成都是有工作的 這麼高的比 對 數據上 另外一個做無家者協助的NGO 叫芒草星 芒草星慈善協會 他們在2019年做的一個 台北市委託的 台北市無家者生活狀況調查 裡面他們有發問卷 然後200份有效問卷裡面 55%的受訪者 在受訪期間都是有工作的 那大部分都是那種實行工作 part time的 對 那可能就是舉牌 派報 發傳單 出陣頭 然後去工地打零工 清潔 類似這些 那老師請說 所以他們雖然努力工作 還是這個比例 讓我覺得有點驚訝 你剛剛談到你的七成的體感 或者是剛剛芒草星所做的五成五 那為什麼這麼努力工作 他們沒有辦法改變他們自己的生活的樣態 還是因為他的過去的習慣仍然存在嗎 還是會遇到一些比較 例如說可能包括制度上面問題 房價或者薪資的等等的問題 因為像無家者他們的年紀還是通常是偏高 那以五十歲以上的 我們這種所謂的老翁 那把老翁的勞動力來講 他其實要去做一些全職的工作 相對比較困難的 體力上 那尤其當他是無家者的時候 睡在路邊其實很難睡好啊 晚上很巧之類的 然後風吹日曬雨淋這樣 所以他們在體力恢復上相對比較困難 那他們要做全職工作也比較難 這個時候只能做一些兼職的 那兼職的工作薪資上 本來就相對比較沒有那麼好 像芒草星同一份報告裡面 他們的受訪者沒有提到說 有工作的受訪者 收入的中位數每個月六千四 然後月收入平均是八千四百九十七元 那以這樣子的收入 假設我今天就是沒有任何負債 我沒有車貸我沒有房貸 然後可能沒有其他生活支出 然後我不需要租房子 不需要付租金我住家裡 那可能這個錢一個月勉勉強強還可以 可是對一個無家者來講 他住在外面 他如果要思考要租房子的話 一個月八千四百九十七元 假設我還沒拿到租金補貼 那我可能 連一間廁所都住不起了 所以他們還是大多數會選擇 就是繼續待在路邊 那可能想辦法多出一點錢 或者想辦法得到福利身份之後 再去思考脫離街口 所以他們其實也想要脫離這樣的一種生活的處境 但是其實對他來講他是困難 例如說他的身體的狀況 或者是他的年齡能夠去做的工作 他事實上相對之下已經被限縮了 或者是這個過程當中 這個房價這麼的高 甚至租金這麼的高 他要去租屋也是一個困難 因為他的所得是少的 但是你看到他們還是想要繼續的脫皮 例如說取得福利身份 例如說其他的方式 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還蠻重要 就是我們面對到一個在現實上面 他不管是面對房價的也好 或是面對他自己的工作能力也好 他真的有一些限制的存在 可是其他的方式 這個國家這個社會 有沒有其他的這種所謂的體制上面 可以去協助 可能是另外非常重要的一個解決問題的面向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待會再回過頭來請教一龍 就是說那些無家者 或是這些廣義的老窮者 有些可能是住在車載 可是有些他們還是在租房子 或是他們努力要租房子 那租房子會遇到什麼樣困難 那除了價錢的困難之外 所以要租給這些老先生老太太 特別是沒有錢的老先生老太太 我想就算他的價格 低人家也不一定要願意去住 還會回到一個更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在制度上面 他們面遇到什麼 可以去協助他們 而真正的沒有辦法 想要去協助 但是又沒有辦法去協助他們的一些 在體制上面問題 我們先休息一下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 觀眾想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民行動營紀錄治療庫 獨立製作 我們透過人物的專訪 帶大家了解到一些正義性事件 背後值得我們關注的議題 我們不是只有看熱鬧還能夠看門道 我們有Podcast頻道也有一座頻道 歡迎大家能夠訂閱收聽收看 當然很期待 你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來支持我們 透過公眾的捐款 才能夠讓獨立媒體真正的獨立 走得更遠更好 做更深度的報導以及討論 也讓我們一起可以聽見微小的聲音 今天在節目當中 要來跟大家介紹一本好看的書 這本書的書名叫做老窮奇幻記事 台灣底層社會的崩壞人生與求生邏輯 我要坦白說 不管台灣的自己出版的書 或者是翻譯的書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書名要這麼的長 所以我現在就完全記不起來 所有的書的書名的內容 大概只能夠記到是老窮奇幻記事 那老窮奇幻記事 這一本書的作者呂以龍 就在我們的現場跟我們一起聊天 以龍你好 老師好 聽眾好 剛剛以龍已經跟我們稍微講一下 這本書的一個創作協作的過程 以及他在一開始接觸到這些無家者 然後也告訴我們無家者 其實是有非常多樣的面貌 可是其實也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無家者 他是希望能夠脫離他的現況 然後甚至他也希望自己有家 或者是有房子住 不過這兩個人要稍微離開 就是有家跟有房子 可能是兩件不同的事情 有時候無家者 這個無家是因為他真的沒有 把他在家裡面待下去 或家不太願意 他反而希望自己是一個人住 然後是有一個比較自由自在的這種空間 至少在房子上面他可以去遮風避雨 然後讓他可以安全舒適 所以我也很好奇 這本書有提到說 無家者或者是我們更廣義來看 老窮者 他們其實都會 如果他們要住房子的話 會住在什麼樣的地方 然後我們知道有些相對之下 比較貧窮的 可能包括像中低收入戶 或者是像無家者 他可能比中低收入戶 也許他可能還要更 這個錢可能更少一點 那他們的身份是有可能得到一些補助的嗎 先講他們租房子的部分 因為像台灣的租屋市場的歧視是非常嚴重的 因為像我之前租房子 然後找一個五九億的網站 那每個房東就是他的條件就會漏漏的 什麼要穩定工作啊 什麼什麼不能有寵物啊 然後還有我看過最驚人的 就是拒絕租給45歲以上的 啊 這是什麼 45歲以上 他就覺得年紀有點大了 我要補充說一件事情 這讓我想到 那我覺得這類別好像不是很妥當 就是我們家有養小狗 然後我們小狗要去 如果我們遠門要去住宿的話 他會限定年齡 狗到了幾歲 他是不願意租的 不願意讓他去那邊租住 他怎麼知道狗的年齡 有些是有出生的證明啊 有些是看他的外觀啊 我就讓我想到 這個其實他們就是他們會覺得某種風險啊 那45歲也是一種風險嗎 或者是說45歲真的是一個租屋上面的風險嗎 45歲我覺得是有點太嚴苛了 對啊 45歲還是個中壮年吧 還OK吧 但是因為如果是真的在這些老林平均者身上 他們很多可能是60歲以上 那外觀的確看起來很明顯的就是稍微比較老態 那他們在租屋上面就會遇到房東 其實就會覺得說 租給老玩家好危險喔 他一個人就是怎麼會都沒有家人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內心先幫對方就是打了一些分數 那再來就會考慮到說 那他工作穩定嗎 他有辦法準時交租嗎 他會不會欠租 那欠租這個可能又扣了一些分 那再來就是房東就擔心說 那他會不會死在裡面 那死在裡面 我這個就變凶宅了耶 那這樣不是會影響我嗎 所以大部分的房東其實都會拒絕 租給這些老人家 那像台灣有一個在做居住相關倡議 然後也有做租屋協助的團體 叫吹媽媽基金會 對他們自己的他們自己的協助的個案的感受上 只要是高齡長者 60 65歲以上的在協助租屋 短屆的過程裡面大概八九成都是失敗的 所以他也不限制是不是五家者 只要是高齡以上這個難度就很高嗎 對高齡難度就很高 他也某種的這種所謂的歧視 對高齡者他也某種的歧視 你的意思是這樣子 對高齡本身就已經是一個租屋很高的門檻了 那如果你還遇到你貧窮沒錢 能付的房租有限 那房東更會覺得你滾 這個我們從一些人性的角度 從一個現實的角度可以理解 就是我租給你 然後你會不會出狀況 你能不能付的幾房租 我又不是做實在事業 那我怎麼會租給你 但是現實上面他們到底都住在什麼樣的地方 如果遇到了在租屋上面的困難 我一開始去尋找這些受訪者的時候 因為是有社工介紹我的 那我走進這些老齡貧窮者租屋處 我先講一個我印象最深的 他是在台北的西區 靠近火車站的一個地方 然後他是大馬路 大馬路的巷子轉進去 然後巷子轉進去了之後 再從巷子再轉進去 再轉進去 大概轉了四五個彎吧 然後最後會在巷子的巷底 就已經是一面牆了走到巷底 他會在你的右手邊出現一個洞口 真的是洞口 因為他整個是黑的 他整個是黑的 那邊就是一個這種老齡貧窮的租屋處 他大概是那種整棟都是微間 然後兩層樓 然後每一層隔了好幾間的小房間 大概一兩瓶大小的那種小房間 然後廁所是共用的 廁所就在一樓 然後廁所是沒有門的 所以我從那個洞口走進去 就可以直接看到廁所 然後廁所的味道非常的濃郁 然後你可以 你就聞到什麼尿味啊 什麼垃圾的味道 廚餘的味道 動物濕體的味道 因為他就是一個在洞口 然後不通風 所以真的味道非常非常濃郁 然後牆壁就是那種 沒有上游騎 就一個水泥牆 然後電線外漏 然後電線也是那種 外面的皮都已經要脫落 感覺有點危險的地方 對 超級危險的地方 對 然後像我們可能一般的房子 有什麼日光燈沒有 他們就是一個那種小燈泡 然後就掛在那邊這樣晃 對 就差不多就租屋類似這樣的地方 這是我看過的 大概是狀況相對比較不好的 然後又看過受訪者是住在那種地下室 對 就是他那個地下室還不是一個方方正的地下室 它是那種樓梯下來 樓梯 然後旁邊會有一個樓梯下面的那個角落 嗯 在那個地下室的那個房間 雖然它不是一個方正的房間 然後那個門還是那種鐵門 這種 就很重的一個鐵門這樣 關起來 然後我想說天哪 這裡會不會 感覺是有什麼恐怖片的現場 對 大部分都會是類似這樣子的房型 房間小 然後安全設備不足 然後可能在建物上面不一定是合法的 對 然後老舊所以電線外漏 然後設備可能比較沒有在維護 嗯 差不多都是這種狀況 所以這可能對這些 從一個現實的角度來講 那這些房子你能要住給其他人 可能也不是那麼容易 那我就住了這些老窮者 或者是無家者 那至少我還有一些收入 可是他的這個環境啊 生活的品質啊 那其實大概也沒有什麼好討論 就是你光是看那個外觀 或是進去的感受那個味道 你大概就 我們的一般所謂的一般的人 大概就很難去忍受 可是這個時候看到是從一個市場的角度 從市場的角度 人願意租或是不願意租 大概都可以理解 可是從一個國家的角度 就是他們既然是老窮既然可能是無家者 那他們難道沒有一些可以安置他們的地方嗎 或者是他們會有一些租屋上面的補助嗎 或是他們可以去一些長照相關的機構嗎 那這個國家的體制有辦法去解決這些 不管是老窮者或是無家者的這種所謂租屋的問題嗎 或居住的問題 嗯 先講那個安置的機構好了 以台北市來講 他有一個公辦公營的那個 以前叫做遊民收容中心 然後現在他改名字了 那這個像這樣子的地方 他的床位大概最多就100床 就100 那以台北市的無家者的統計來講 官方的統計 列車的無家者 台北市大概有超過700人 所以就是可安置的設施 可提供的床位 所以跟實際需求的人數有一個不相加的 對 那再來就是因為這個遊民收容中心 他以前民生相對比較不好 就是都會覺得說裡面都管很多 然後就是會有很多限制 門禁限制 禁煙禁酒 然後可能整體的環境也不是很好 加上他最早以前 1991年之前那時候 他是由警察局來管轄的 那個時候的那時候的觀感 還是覺得遊民就給他抓起來 比較不是為了重建他們的生活 所以這種安置公立的安置機構 就是在無家者的感覺裡面 會覺得那個地方很不好 所以他們很不願意去 他現在有在改善了 但是就是大家的觀念裡面 還是覺得那個地方很可怕 所以他的入住率其實一直都 差不多五層上下 100床沒有睡滿的 對 那再講到 我現在還是沒有睡滿 對對對 就是大家不敢去 也不想去 也不願意去 這樣 那再講到租屋有沒有一些協助的部分 像現在 像內政部營建署有非常多租金補貼 租金補貼可能大家就會覺得說 那我申請租金補貼 我就一定可以穩定租 穩定租屋 因為我找得起錢了 可是因為租金補貼有幾個問題 就是以前 以前就是 對吳嘉哲來講 他假設我去租房子好了 假設我通過這個年齡幾世 然後我順利的租到屋 然後我要 但是我如果開口 說我想要申請租金補貼 那房東可能會覺得說 你會不會害我被查稅 對 我這裡是拒絕申請任何補貼的 就即便政府號稱你是一個地下房東 你的房租收入沒有繳稅 那這個你的房客 申請租金補貼 我也不會因此而去查你的稅 你不會造成 不會造成房東的混 可是房東還是會覺得怕怕的 那你這麼麻煩 你還要申請補貼 我幹嘛不租給一個不需要申請的人 嗯嗯嗯 就會增加房東的一些負擔 對啊 對 所以可以願意讓這些無價者 或是老齡貧窮者租屋的房東 就還是限縮在原本的那一群 房子稍微比較老舊的房東 嗯 因為他們可能會覺得OK啊 你是申請補貼啊 我沒有關係啊 嗯 對 就問題又落回來了 嗯嗯 那像 剛剛老師提到 像長照機構 長照機構的話 現在因為其實社會局 還是會協助一些年紀稍微比較大 然後可能都七八十歲以上 然後身體有一些狀況 生病或是有身心障礙手冊 然後之類的 他們去住那個安置機構 嗯 對 差不多就是要到這樣子的情況 嗯 然後就是地方政府才會協助去住安置機構 那安置機構 我印象中現在的長照機構有一些是有跟政府合作 他們會有一些緊急安置床位 嗯 大概就是我所有床位的10%可以是提供給地方政府作為緊急安置使用的 嗯 但是我曾經有訪問到一些在長照機構工作的人 因為政府拿到這些床位 他能付的錢比較有限 對 可能一床我一個月只能付3萬塊吧 嗯 那機構會覺得說不付我的成本 嗯 所以他們就是像社工打電話問說 你們那邊安置床位還有空位嗎 我們可能有個案想要送進去 有一些機構會說我們沒有床位了 因為他想要把床位還是租給那些可以付更高的錢的人 對 所以就還是會遇到這些問題 嗯 所以一部分可能是回到剛剛談到可能是一種所謂的市場 或是所謂自由市場 那願意不願意租他有這個財產的擁有者 或是房東還有自己的考量 一部分是考慮到即使我們有一些所謂的安置機構也好 或是補貼的措施也好 或是一些長照機構也好 這些可能是國家他已經設立的一些機制 但是可能因為種種條件的限制 他們也很難或是也不太願意進入到這個機制當中 所以也是說這個政策 假設他是一個好的政策 也會跟這個現實當中是存在的一些落差 那這其實是這也是你這本書的重點 這本書在很多的章節裡面 都會拿出一些實際的數字 以及實際的這種所謂政府的政策 跟你所採訪到個案來做對話做對照 我覺得這是這本書非常好看的地方 就是他可以有很多的交叉 不是只有看到一些好像好可憐的故事 可是這可憐的人或是這些所謂的 面臨到這些生活困境的人 他的困境不是自己的一個問題 跟整個社會結構跟社會制度 是有一些很大的關係 那這本書我也看到一個東西 我也覺得很好奇 這個好奇就是說 剛剛談到是這些老窮者或是無家者的 這個生活所面臨到的困境跟困難 可是在你們書裡面也看到他有很多 各式各樣的官司的問題 所以說已經很窮了 或者是已經很老了 然後或者是他沒有家住 然後他還要一天到晚跟訴訟有關 那通常這些老窮者或是無家者 他們會遇到什麼樣的一些官司 或是一些訴訟上面的問題啊 他們最常遇到的訴訟就是跟生存有關的 但是生存有分好幾種 首先就是假設我今天是一個超過65歲以上的老人家 那我想要申請一些福利身份 就是希望政府可以投注一些資源 來協助我穩定我的生活 那這個時候要申請福利身份的時候 就會遇到說 因為我們的社會福利身份門檻蠻高的 那國家會期待說 你的家人你的親屬是作為第一線的安全網 那有家人的話就是 家人應該要協助你 家人應該要養你 那除非你真的是孤苦無依 夠老夠窮 然後貧病交加 那政府才會出手協助 那這個時候 因為很多人可能其實跟自己的小孩 或是跟自己的伴侶 不一定有聯繫 可能離家多年了 那這個時候 政府一打開你的資料 你有哪個小孩啊 他們應該要養你吧 你為什麼要來申請福利身份呢 那第一關就被打槍 那很多人為了要能夠得到福利身份 他必須要去跟自己的小孩打官司 打一個請求給付扶養費的官司 然後就是在法庭上證明說 我早就已經拋家棄職了 我就是個爛貨 我都沒有養小孩 所以小孩現在不用養我 確認 就是說要證明 就透過官司證明 我的小孩其實沒有在養我 那根本就不需要養我 所以我就可以符合 這個所謂的申請的相關的條件 就對了 被迫要去脫離自己關係 或是母子關係的這樣一個做法 對就是被迫要去法庭上面 讓就是法院認證的混蛋這樣子 OK小孩不用養你了啦 但你也沒有扶養人 所以好吧那你可能也沒有收入 你也已經沒有工作能力了 那你就符合申請福利身份的資格 那就可以走下一步了 對 這是一個很荒謬的官司 就是老師之前另外一個節目 在談社會救助法 對 有更詳細的討論這個部分 對 然後另外一個官司 就是他們容易牽涉到一些金融犯罪有關的 因為當一個人在流浪的時候 其實你很容易會進入一個所有的資源都沒有的地步 那個資源是包括你的人脈 你可以尋求協助的對象 然後或者是你連下一餐在哪裡都不知道 然後你找不到工作 你現在真的是身無分文 不知道明天怎麼過 那像在台北車站會有非常多的那個獵人頭的 他會到處去問無家者說 那你要不要賣身份證啊 你要不要賣你的帳戶啊 你要不要賣你的個資啊 那這些資料呢 賣給 或是你幫他賣義付卡 有那種電話義付卡 因為那個需要身份證才能賣 對 然後你幫他買還就付你多少錢 對 然後他們拿到這些人同戶 拿到了這些無家者的個資之後呢 就會使用這些個資去作為金融詐騙的使用 所以很多的無家者會因此牽涉到很多詐騙案 因為像現在的詐騙案就是不是假設愛情詐騙 然後這個條例我就是騙了一個人 然後跟他說我想要跟你在一起 然後但是因為我在夜門受傷了 然後會給我一千塊美金 那要匯錢就需要一個帳戶嘛 那需要一個假帳戶 那這個假帳戶通常就會很多都是這些無家者提供的 那當這個詐騙案被偵破的時候 這個無家者提供的帳號 他就會變成一個警示帳號 然後警察眼線追查說 這個帳號的所有人原來是這個無家者 所以他是金融詐騙的其中一個共犯 要去把他抓起來的 這個其實我覺得不是只有這個詐騙案 其實讓我想到在過去台灣金融市場 剛剛開放沒多久 然後每個人 每家銀行都要去收集各式各樣的這個會員 或者說這些來開戶 然後最後他就可以去 可能往金控公司啊 或是讓他的業績比較好 所以當時就發現 發現一個東西叫所謂的現金卡 例如說他借錢不用禮 借錢不用 好有年代感哦 對這個我覺得是一樣的邏輯 就是有些人他就會利用這些 這些無家者或是老窮者 他在心靈上面的需求 或是生活上面的需求 那我今天就是在辦卡的時候 說你來幹嘛辦這個卡 然後你也可以不用利息 然後當然他有了一張卡 然後覺得好像就是一個信用卡 然後很多人他就拿去 但他其實根本就還不起錢 那這個跟剛剛談到那個詐騙案 當然不太一樣哦 那一個可能是合法 一個是非法的 可是事實上這個是一種利用這些人的 生活上面的困境 心靈上面的困境 然後去讓他陷入到某種的陷阱裡面 我覺得是一個可以看得到 在這個過程中 經常會出現的一種類型 另外一個類型 就是剛剛其實我們在過去 訪問過王金偉談社會救助法的部分 因為我們很多的社會救助 都是以家庭做一個概念 可是既然是無家 既然是已經離家 甚至很多儒家者 他跟他的家人之間的關係 已經非常的複雜了 那你說變成是一組一個家庭 這其實在現實上面 也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 待會也許我們可以再針對這個部分 再做一些更多的討論 那這本書裡面 我也覺得一個還蠻有趣的一個點 就是無家者 這所老窮者裡面的性別 也是有很大的差別 就是說男性的老窮者跟女性的老窮者 跟在他們的這種所謂的社會連結上面 或是社區參與上面 其實你這本書也專門有一張 在討論這兩者之間的不同 對 因為我這時候 開始在做訪問的時候 會接觸很多社工 那大部分的社工 他們都會跟我說 就是他們自己的體感的觀察 就是一個上偶的男性 很容易就會跟著人生就崩潰了 然後他就消沉 但是如果是上我的女性 會過得很快樂 哈哈哈哈 對對對 然後 會擺脫了一個父權 就是富家為主的束縛了吧 對對對 就終於不用照顧別人 我可以活出我自己人生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蠻驚訝 那後來在寫老齡貧窮的時候 就是在性別的議題上面 的確有觀察到一個蠻大的不同 就是像男性 假設像書裡面有一個章節 那他的田野地區是在非都會區 那非都會區的男性 他可能家 他住在主廁裡面 那種三合院主廁 那他的房子如果屋頂破掉 他不會找人家來幫忙 因為他會覺得很丟臉 他會覺得說 我就是連自己家都顧不好 會對自己是一家之主 然後他就會躲在家裡 不想要出去 然後最後就是把自己的生活搞蠻糟 可是如果是女性的話呢 他就會到處去逢人 就說我家屋頂破一個洞了 可以誰幫我想想辦法 你可以幫我想想辦法嗎 然後找里長 你知道什麼 那最後他就會找到資源 來協助自己穩定他的生活 那女性在 在維持這個社會關係上面 比男生更積極更主動 然後有社工跟我提到一個 他自己的觀察跟分享 我其實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他覺得其實男性跟女性都會求助 他們都會其實都想要尋求幫助 可是他們的訴說他們的需求這件事情 這個過程很不一樣 然後他就說像男生 男生可能就會在你旁邊晃一晃去 然後就是半天不講一句話 或是問你說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開嘴 對對對 然後就在那邊講一些言不及的話 就是什麼等一下要不要去喝一杯 等一下要不要幹嘛 之類之類 但是就是要繞了好久好久好久 然後社工要有一定的經驗跟時間 然後你才能夠理解說 他可能是現在有一些什麼狀況 他慢慢的問慢慢的問 他會問出來 那女生呢 因為女生其實他們就會比較直接 就是直接的來說 我現在可能沒工作了 那小孩可能下個月學費交不出來 什麼什麼的 那這種就是單點式的問題 社工馬上就可以接到 那你可能需要什麼什麼什麼協助 我可以提供什麼這樣 那那個社工他就有一個比喻 他說像女生其實也很複雜 可是女生就很像那種三千片的拼圖 要拼好久 你才能夠看到他的全貌 他非常複雜 可是他單片的拼圖的形狀非常的具體 所以你很快可以拼出一個小角落的圖案 然後知道說他這裡有什麼問題 有什麼狀況 怎麼了 我可以怎麼協助 然後他說可是男生 男生很簡單 男生可能是一百片的拼圖 很快你就可以認清他的全貌 可是他單片的拼圖的形狀非常的扭曲 非常奇怪 比較困難 對你要想要拼住一小小點 小角落的圖案 你都要花很多時間在這邊找 說到底在哪 到底在哪 對 我看到這一段的時候 我其實蠻有共鳴 因為我自己也會參加一些比較鄉村的那種 所謂的社區發言協會的一些活動 或是一些鄰里的一些活動 我的確看到這個男性跟女性 在社區活動上面 或是人際關係上面 有你剛剛的描述 我覺得這一段 至少對我來講是很有感 我覺得是蠻精彩 很期待大家去看這一段 看到很多這個呂以龍 在這個現場很細緻的觀察 然後很細緻的描述 這些在性別上面的差異 雖然感覺比較跳動 所謂跳動不是在談那個什麼制度 或是生活附近的問題 但是那個很細緻的觀察 是這本書很好看的地方 那我們再回到剛剛的討論到題目 就是其實在台灣是已經到2025年 就是要進入所謂超高齡的社會 那我們看到政府 都懷疑這個什麼長照1.0 2.0 3.0 各式各樣的這個制度政策 也都去不斷的提出 但其實從你的書讀起來的感覺 是好像這個社會的老窮者 其實是越來越多 然後世紀上面的生活 似乎也沒有這個太大的改善 那你在這本書的序裡面 就提到了一個概念 就是老窮者跟社會福利之間 他事實上是有一些障礙 是有一些距離的 剛剛談到這個家庭做一種 所謂的社會救助的方式 可能就是一種障礙一種距離 還有什麼樣的限制 使得政府看似利益良善的東西 但是在實際的執行上面 他卻充滿了各式各樣的落差了 像剛剛提到的是申請社會福利身份 那我另外講一個像居住有關的好了 因為像我們現在不是蓋非常多社會住宅嗎 那社會住宅裡面有30%到40% 是要給社會弱勢優先去抽籤的 那社會弱勢 大家聽起來就會說 社會弱勢老齡貧窮 應該算社會弱勢吧 可是他們其實只是12種 社會弱勢裡面的其中一種 窮只是一個現況 但它不是一個弱勢 你要夠老 你要65歲以上 你才會成為一個弱勢 而且你只是在這12種裡面其中一種 所以你要跟著可能身心障礙 可能單親媽媽媽或者是之類的 總共12種身份別一起去抽籤 那這個抽籤的過程 其實就會篩選掉很多有需要的人 這些老齡貧窮者 不一定會這麼幸運的抽到一個收入 但是他們的條件跟身份 或是困境是不一樣 為什麼會被放在一起來抽籤 這是一個好問題 當時就是把他們全部都混在一起 就是沒有 會有一些家權比例不同 但是基本上就是這12種弱勢身份者 是混在這40%社會住宅的比例裡面 一起來競爭的 它並沒有更細緻的區分 那好不容易抽到 假設今天真的有一個個案 非常幸運 它抽到了 但是因為社會住宅 租金稍微還是相對比較高 即便它可以拿到一個優惠的價格 那它可能一個月 假設還是要付5000塊的租金 那5000塊的租金 但是社會住宅不能申請租金補貼 因為同樣的他們都是居住類相關的補助 那補助是不能重複申請的 所以你要嘛就是去租房子 要不然你就是去住社會住宅 那住社會住宅不能申請租金補貼 所以你要自己想辦法拿出這5000塊來 那對一個像剛剛提到的有工作的 無家者月收入平均8497元 假設我是一個有工作的無家者 我抽到了社會住宅我想要去住 但是租金要5000塊 扣掉5000塊 那我的月收入只剩下3497元 那這要生活就比較困難嘛 那很多人可能會覺得說 那我是不是就是繼續待在街頭 或者是我就去租一個那種破爛的爛屋 但是至少可以申請租金補貼 我不用再額外付租金了 就是在政策上有很多不同的美意 可是在一個人的現實生活中 會出現了非常多矛盾 這這樣的一個現實的狀況 似乎讓我感受到政府很多的政策 不是排負條款 是一種排貧條款 就是那個政治的弱勢者 你反而是被排勢 然後被擠壓到更邊緣更弱勢 我並不是說政府沒有在做事 而是政府在做的 他可能不是去 真的符合最需要的這一批人 而是可能相對需要的 但是他條件相對好一點的 他可以得到一些補助 這當然很重要 從一個國家社會福利制度來講 這當然是很重要 就是相對之下 他雖然不是最窮 可是他也是需要一些相關的補助 跟這種所謂支持 可是真正的最窮 或是真正最弱勢的人 因為很多的制度設計上面 是讓他們被排斥到最邊緣 甚至可能落差 那個急劇其實反而是越來越大 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 也許就是你在書裡面 談到所謂的現實 跟所謂的老窮的現實 跟社會福利之間的一個很大落差 這本書真的很好看 在這裡面有很多的這種對話 跟很多的這種去做排比的部分 所以我想我們的節目時間 有些沒有辦法談得很深 也很期待我們可以去找這本書來讀 那最後一個問題想要請教 以龍就是你在這本書的後繼 裡面有提到一句話 我覺得蠻有感的 就是說關注貧窮並非只是在談論他人的故事 因為貧窮距離我們不過咫尺 那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就是對我們來講 貧窮好像對大部分來講 雖然沒有很有錢 但是你說到貧窮 還是很遙遠的這件事情 那我們怎麼去看待這個社會裡面的貧窮 是我們自己嗎 還是我們跟一些貧窮者之間的關係 那我們又如何看待在這本書裡面提到各式各樣政策的理想跟現實之間的落差呢 因為我在做了這個採訪之後 我發現很多的受訪者 他雖然現在可能算在街頭 可是你可以感覺到他以前也是功成名就 也是很努力 像我那個時候在台北車站 然後受訪者就有介紹我說 哎這個剛來這邊就是新來的無家者同學 以前是公務員 嗯嗯嗯公務員 對對對 那在我們的意向中就會覺得公務員鐵飯丸 而且他一定就是至少是經過非常非常大的努力 然後才就是取得一個這樣子的社會位置 對但是人就是有可能在各種不幸 個人的不幸 個人的倒霉 或者是外界世界的不幸 像剛剛提到老江哥遇到2008年金融海嘯 這都不是你自己能夠決定的 那因為這樣子的不幸跟倒霉 所以有可能你就會出現在這裡 那我那個時候就覺得 我跟他們的距離其實也沒有很遠 就有的時候只是人生的幸運又不幸 那自己在寫完這本書的時候就會覺得 以現在台灣的各種社會政策體制 或是剛剛提到的退休保險 勞保啊勞退啊這些制度呢 在支撐一個人穩定生活上面 還稍嫌不足 嗯 還略略的有很多不夠的 你客氣了應該是嘛 哈哈哈 對對對 因為你剛說不緊接嘛 哈哈哈 對 有有還是有 那是我幫你講出來的 哈哈哈 對 那這些不足其實很容易會讓人遇到不幸 成為一個倒霉鬼的時候呢 你就很容易會直接墜落到最極端的狀況 就是啊去街頭當無家者 或者是你可能就會馬上從 從十分掉到兩分這種狀況 你是沒有中間值的 你是沒有中間有誰可以接住你 然後你再回去 然後再慢慢的可能中間有個階段 我們沒有我們的制度會讓你從 你直接從十分掉到一分兩分的狀態 那我覺得這個是這本書最想要跟一般讀者講的 就是我們不要覺得那些他人離我很遙遠 因為當你出現了這個自我與他人之間的界線的時候 你不會想要多去關心 你可能自己用自己的科班印象或寂靜的觀念去理解他們 可是實際上當你知道他們跟我們 這個自我與他者之間的界線相對的模糊 我可能跨一步就成為他們 他們也可能跨一步就成為我們的時候 那個關注才是有可能的 你才會覺得這件事情重要 我應該要去了解 我應該要去多關心多支持 所以我們常會說這究竟是命運的捉弄了 還是說什麼 我真的覺得我們常都是把它當做命運 然後我們會覺得冷定勝天 用命運的方式 這個命運可能不好 但是我們努力我們就可以解決 但是其實在你的書裡面看到很多是努力的人 但是最後他還是抵不過命運 這個命運可能不是他自己個人的這種如何如何 而是這個體制上面造成的 或者是整個國際局勢造成的這種所謂他命運的捉弄 可是你當然每個人都要努力 我當然不會去培估每個人 可是在努力的過程當中 你剛剛談到至少我們不要從10分掉到2分 至少我們可能掉了6分7分 可是為什麼可以只有掉6分7分 當然是這個社會的安全網 當然是這個社會的體制可以接住每一個人 讓大家可以去在遇到困難遇到挫折的時候 他不會整個人生就變了 而是至少我們會看到很多的機制可以去協助這個人 重新再起 這樣子做這個社會才會真正的計 不要辦絕不能掉下來 其實大家都一起共同的悲慘 你剛剛談到 他也不是一個 我們這不是一個故事 這是因為這個有可能會隨時會發生在我們身上 雖然我們自己可能也不是那麼願意 那當然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就是那個制度上面必須要去一起來面對 今天非常謝謝怡龍來跟我們分享這本書 那我們透過這本書 我們可以對這些議題的本身有更多的理解 更認識老窮奇幻季是台灣底層社會的崩壞人生與求生邏輯 也非常推薦大家來去閱讀這本書 謝謝呃呂宜蓉 謝謝你 我們下次希望有機會再跟你提到相關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到節目到這邊下次再會 拜拜 好拜拜